放在紙張上方 接著拿起曲格線之後 紙張就會附著在曲子方向的 曲格線就是剛才超紙師傅放的那一條線 好了 看師傅現在回大棋的方式 把紙張放到空台上 接著會拿起一個大的刷子 那這個刷子稱為雙針刷 它有一公斤的重量 師傅由內往外刷 把空氣刷出去 在刷的時候不能太大力 不然紙張可以脫掉 也不可以太小力 不然紙張產生皺褶就不好看了 那師傅在刷的那一面 稱為粗糙面 放鋁板上的稱為光滑面 兩面都可以使用 這個是手毛指的特色 那等紙張沒有在冒煙 顏色變淺變白 師傅就把它收集起來 一百張紙稱為一刀子 剪刀的刀 五百張紙稱為一粒子 口粒的粒 所以紙張的單位 又稱為張高粒 那這裡是我們看下一個 最後一個步驟 也稱為平斷區 紙張裡面有Push的 也沒有關係 放到玲瓏袋裡面 再拿回去重新的打漿 一整個溜存回來 紙張是不會被浪費掉的 那像這樣子完成做好一張紙 需要花五到七天的時間 才做得出來 所以每張紙都是非常得來自一的 好 你這裏 有的 哇 超級多的 你這裏 我看 有的 我看 這裏 很漂亮 我看 你這裏 我看 你這裏 我看 你這裏 你這裏 我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